对李庆安的双重国籍争议 向美国方面查询的结果 已经收到回复了 但是外交部却迟迟都没有公布 外传说就是受到了立委的压力 甚至也传出了 还有另外一位国民党籍的立委 也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因此欧宏廉今天在立法院当中 马上就被民进党的立委群起围剿 你今天收到一个信 那信就要向我们报告嘛 哪里有什么你可以回答 你这是引力公委 我现在还没办法答复 双重国籍争议 整队李庆安的双重国籍争议 美方都已经回复了 为什么外交部迟迟不肯公布 民进党立委要欧宏廉给个交代 什么时候答复立法院 先跟我讲什么时候 不是明确的答复嘛 这次你已经收到信 12月5号的信 就应该给我们知道 不是不明确的问题 你在耍嘴皮子 你明明是已经拿到信了 你这个信就应该 应该让我们立法院知道 这个信的内容是不明确的 你不能在这边讲说是不明确的 欧宏廉说 之所以没有马上公布 是因为美方的回函不够明确 现在受到立委的压力 所以不能公布 没有这个问题 外交部是这个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外传现在还有另外一位 也是蓝营的立委 有什么方式公布 这个是不是 这个我也不方便公布 这个所有这个案子的内容部分 我只能回答复给立法院 而当事人李庆安则再次强调 他没必要再去第三国放弃国籍 因为国籍早已丧失 任何人可以拿出一个字的证明 证明我到国外去 或者任何一张照片 我是去放弃国籍的 好 我负责 如果没有的话 请这位做指控的人 出来负责 双重国籍的话题 吵个没完 外交部一天不公布 美方的结果 双重国籍的争议 就一天没有办法罢休 终于新闻 郭先阳 黄安晴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